《文化中国》 话说曹操的老对手袁绍手下有个非常有才华的谋士陈琳 他曾经写了一份声讨曹操罪行的习文轰动一时 在这篇习文当中 陈琳用最恶毒的语言将曹操刻画成一个残酷冷血 企图谋反篡位的奸贼 甚至连曹操的诅咒都不放过 辱骂他们是万年祸害 我们都知道曹操呢 似乎是一个心胸狭窄有仇必报的奸雄 面对这样一篇言辞尖锐的文章 曹操能放过罪魁祸首陈琳吗 而陈琳的下场究竟又怎样呢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燕教授 教授您好 您好 请坐 朱子燕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著有朱子燕论三国谋略走下圣坛的诸葛亮和彭党政治研究等专注 陈琳的陶曹操席和后世洛宾王的陶武兆席并称史上最有力度的两大奇闻 你说看到这样的奇闻曹操还不得气个半死 对 当时曹操看到这个奇闻的时候正好是头痛病发作 我觉得可能是偏头痛 这种病要发作起来非常厉害 痛起来痛得要命 但曹操坚持要读这个奇闻 一边读一边浑身直冒冷汗 所以我觉得在看这个奇闻的时候 会不会对曹操的病情叫做雪上加霜 说起来还真有点令人难以置信 曹操读完这个奇闻以后居然从长商跳起来说 我的病情好了 陈琳的这个奇闻比林丹妙药还要零 我的头疯病好也 这个说来就让人奇怪了 咱们就做个猜测吧 会不会是曹操在看了陈琳的奇闻以后 突然间怒气冲天 血液循环得到了激活 所以他当时比如说有脑血管病 或者其他中风高血压之类的 就被一下子冲开了 才使得疼痛大减了呢 陈琳你讲的很有道理 因为陈琳在奇闻上骂曹操骂的实在太厉害了 我觉得就像一把匕首一样捅进了曹操的心窝 使得曹操经测上受到了一种很大的冲击 血管都到了夸张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曹操的病情都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 所以曹操觉得我病就好了 咱俩在这个地方来做明医会诊了 实际上真正起功效的那是人家陈琳这篇习文的 竟然还有治疗头痛的功效 陈琳的习文阴差阳错的缓解了曹操的头痛 之后因为关渡之战 曹操打败了袁绍 并且活捉了陈琳 那么以曹操有仇必报的性格 他会如何处置陈琳呢 看到陈琳以后曹操气就不大一出来 他就大骂陈琳道 你骂我罪焰已丑也就算了 因为曹操的祖父曹腾做过中常事 就是大宦官了 曹操是阉人的后代 所以陈琳就骂曹操 你是宦官的后代漂亮小丑 就是这个意思 曹操对陈琳说 你骂我也就罢了 你还骂我爹 曹操的爹也不是寻常之辈 曹操的爹做过东汉的太尉 于是他就骂曹操的爹 在做太尉的时候 还贪账万法 败乱曹光 甚至骂他是颠覆射净 可是这还没完呢 曹操又气不吭 你骂我 你骂我爹也就罢了 你还骂我爷爷 骂爷爷更厉害了 骂爷爷 曹操的爷爷曹腾是妖女 这个太狠了 那么咱们来看陈琳啊 既然他写习文的时候 能把曹操骂得狗血喷头 那么面对曹操的破口大骂 陈琳什么反应 是不是再骂回去呢 陈琳这个时候呢 自己知道这个罪力深重了 所以陈琳当时呢是无言以对 等着被曹操斩死了 想不到出现了一个意外的情况 曹操骂完以后呢 居然这个怒火也就去下去了 夏立把陈琳给我放了 所以当时陈琳也觉得很奇怪啊 曹操居然这么宽宽大量啊 不久以后啊 曹操居然还封陈琳座 司空府的军谋祭酒 相当于啊 后来的他给总理的办公室指振 所以陈琳呢得到了曹操的注目 那看来曹操啊 是真的这个欣赏陈琳啊 要说曹操在一般人的印象当中 那是一个有仇必报的人呢 曾经是为父报仇 新兵打破了敌人的城池以后 甚至把所有无辜的百姓都不放过 惨无人道的进行浮城 你说他怎么会不计较陈琳的这些所作所为呢 我觉得不外乎两点原因 第一点 陈琳祈祷这个新闻呢是甚不由己 他是袁绍的谋士嘛 这肯定这个新闻是在袁绍的寿意下起草的嘛 第二点呢 我认为更重要的是陈琳呢是个文学家 他是有名的天安妾子之业 曹操本人也是个大文学家 曹操而且还是新安文学的领袖啊 所以我觉得曹操和陈琳啊 两人呢在文学上呢 自动到合 对 他们是英雄是英雄啊 心心相心 看来曹操在用人方面 他能用 那反对过自己的人 甚至是自己的敌人 其实这一点呢 一般人很不容易做到的 还有一个人呢 曹操能够重用他 就显得曹操更了不起了 这个人呢就是张秀 嘿 说到张秀啊 他是当年董卓的部将张继之职 张继死了以后呢 张继就率领余部 驻扎在晚城 那是和曹操为敌的 在建安二年的时候 曹操呢 率军征讨张继 张继看到自己现在的这种军事实力 那是没有办法和曹操去抗衡的 无奈之下 干脆啊 我举白去投降啊 投降曹操 看来这张继不过就是个降将嘛 那也没什么呀 有一个特别的 就是张继和曹操呢 是有大过去的 而这个起因呢 实际上要归咎于曹操 曹操这个人呢 不是一般的好色 他是太好色了 对 这个呢在历史上呢 实际上是有记载的 说曹操 有夫人 妻妾 十几个 更不用说那些没名没分的了 甚至呢 人家关羽 你说一辈子好不容易看上一个女子 对她说了 说你看我 我觉得她挺不错的 结果曹操一看 真不错 那我把她占有了吧 所以这一次你说 曹操他看上谁了 听不完的故事 说不完的历史 看不完的戏 学不完的文化 走进文化中国 曹操接受张绣的归顺 进入完成 但是不久 曹操就因为自己的好色 而门受了巨大的损失 俗话说 色字头上一把刀 那么这一次 曹操又看上谁了呢 这个女子为什么会引起日后 曹操与张绣的反目成仇呢 曹操进入完成以后 你知道她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问手下人说 你给我到处找一找 完成里是不是有漂亮的小牛 给我找几个来 可以 那么手下的人告诉她 我可以推荐一个人 这个人是一个美丽的女子 虽然是娶娘半老 但又有风少 你看 这个人是张绣的老婆 张绣的婶婶 于是两人就当晚通仓共勉 共度两宵 这曹操也太明目张胆 积不择实了吧 这么做 你说让张绣刚刚投降这么一个降将 他的面子往哪搁 人家已经够屈辱的了 那您说张绣能容忍得了这件事吗 张绣当然非常愤怒 因为这是对他人格上的莫大的侮辱 在这种情况下 张绣就非常愤怒 要报复曹操 于是他就同手下的谋事商量 所以趁曹操树属于防范之际发动突然的协计 由于这个时候 曹操轰了头 贪恋每次 所以对张绣的这种异常的举动 丝毫没有察觉 要知道这个时候的曹操真是英雄难过美人观 其实正好这给了张绣一个机会 可以趁着曹操没有防备打他的措手不及 实际上接下来的这一出 就是在三国演绎当中非常经典的那一出 战婉成啊 婉成一战 曹操惨败 毫无防范的他 不仅痛失了自己的汗血绑马 更不幸的是 长子曹昂和侄子曹安明 也都没有信念于难 被乱箭射死 但是 是让曹操心痛的 还是他的一员爱将 因此丢了性命 曹操的爱将 丁维为了保卫曹操啊 他是拼死正战 拼个老命让曹操特殊重围 结果呢 丁维也战死了 被张绣的军队啊 射成了像刺猬 我觉得非常可惜 丁维呢 是曹操手下的第一号打架 武艺超群啊 对 所以大家给三国演绎当中的名将排名 那是一履二兆三点维啊 点维啊 死得太早了 我们也可惜 但是曹操呢 就更可惜了 而这一切 曹操恐怕都要 归罪于张绣了 我想两个人要再见面 那肯定要拼个你死我活 不 想不到的是 过了几年以后啊 就在关渡自战之前啊 张绣手下的谋事啊 竟然窜说 张绣啊 你再去偷奔曹操 这是为什么 张绣 可是对曹操怀有多审之恨呢 曹操对张绣呢 则有这个杀此之仇 他这么一投降不是找死吗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关渡自战之前啊 这个形势很微妙 袁绍也派人来穿说 张绣投奔我 当时的贾许就给张绣分解 两个人物的不同 他就对张绣说 我认为投降曹操呢 是有三条理由 第一条 曹操夏天指令诸后 投奔曹操明正严肃 他有政治上的优势 第二条 袁绍强大 我们去投奔袁绍 袁绍肯定觉得 你投奔我无之轻重 你不过是个小巴辣子 对吧 曹操比较弱小 我们这个时候去投奔曹操 就会给曹操加上一个重重的方法 所以曹操肯定会很高兴 第三个 更有道理 曹操这个人 他有英雄的气度 就不会计较同意的一种个人的恩怨 说得好像是挺有道理的 你说这张秀采大了贾许的意见吗 张秀对贾许呢 依赖是言听几从 他觉得这个贾许的风险太有道理了 所以就不再犹豫 于是决定第二次投奔曹操 那么曹操该如何面对当年令自己咬牙切使的那个仇人呢 曹操确实是表现了一个大政之家的宽广胸怀 张秀到来以后呢 曹操不及前嫌 马上就大败延席 为张秀 接风洗尘 在酒席上呢 还对张秀说 我的儿子正好没有老婆 你就把你的女儿嫁给我的儿子 化冤筹为亲家了 对吧 而且到这个时候 曹操还封张秀为洋武将军 哎呀 如此善待张秀啊 咱们想想之前 两个人还愁得这个瞪红了眼睛 这一次曹操接纳张秀 您觉得曹操是怎么考虑的呢 曹操只通过这个例子来想 天下人表示 我曹孟德就有这么英雄的气度 我能够不计前嫌 只要你能够犯然悔悟 前来偷奔我 我照样能够不计前仇 我照样能够重用你 曹操通过这些事情 表达自己敢于用人 而且呢 用人不宜 宜人不用 这样的一种态度 难怪啊 那个时候曹操手下的人才 那真的是猛将如云 谋士如雨啊 但是这里我有一个情况 必须要说明 张秀最后的结局 还是很不妙的 因为关渡之战结束以后 曹操基本上平定了北方 有一次呢 曹操的儿子 曹操对张秀说 你杀死了我的哥哥 你还有什么脸活在世界上 张秀听了这句话非常紧张 不久张秀就自杀了 你说当年既然 你们能够接受我张秀 你现在干嘛又来跟我提这个事情呢 曹操也不是个笨蛋 那是个大英雄 大文人呢 我认为呢 曹操讲这句话 肯定是曹操支持的 当时曹操已经平定了北方 张秀已经失去了他的利用价值 而曹操的这个杀死之恨呢 曹操是非报不可的 所以呢 到了建安二十四年 曹操又借了一个由头 说张秀的儿子参与了一个叫魏丰的模仿事件 结果把张秀全家全都给宰了 所以我觉得民间所说的曹操是坚逊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道理 我觉得对曹操的这个评价 恐怕要考虑的方面的多一点 我想曹操也是人嘛 他不可能把他所有的仇恨全都抛到一边 或者干脆丢掉 然后呢 那样去使用张秀的 他只能是把自己的仇恨 埋在心里的最深处 一旦到了张秀的分量 压不住这个仇恨的时候啊 这仇恨自然就能冒出来啊 曹操在对待人才方面 虽然能够做到为财事举知人善任 但是金无足斥人无完人 曹操的用人之道也并非没有缺陷 比如说他常常喜欢以貌取人 曹操以貌取过谁啊 比如说张松 当时啊 刘章呢 害怕张禄啊 来攻打他 所以刘章就决定派手下一个谋士 张松前去见曹操 以后是利用曹操来抵御张禄 而张松认为呢 刘章不用人 不能成就答应 所以他决定投奔曹操 张松见曹操的时候呢 准备把这个西川的地图呢 献给曹操 你作为敬见之礼啊 有了这份地图 曹操想要破西川 那真的叫易如反掌呢 你看张松带着大理来 曹操那还不赶快接纳人呀 但是很奇怪啊 他居然是不理不睬 对张松非常怠慢 船西川使者敬见 我认为曹操怠慢 张松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 当时曹操已经拼定了北方 而且曹操率领大军啊 兵不虚然而夺取了荆州 所以这个时候曹操非常得意 当时骄傲狂妄 认为平定天下是直可待 还有一个原因 咱们是意想不到的 他认为张松这个人呢 其貌不扬 根据三国演义的说法呢 说张松这个人呢 身不满五尺 关云长身高九尺 也就是说张松只有 关云长的一半吨 那么一点点 相当于五大郎的身材 差不多 你个儿小一点 没关系 你得长漂亮一点啊 可是呢 在书上描述张松 这相貌长 说是额头啊 像锄头 尖头塌鼻 牙齿还外露 哦 个儿头再加着矮的话 那不就成张头鼠目了吗 对 曹操见了张松以后啊 见张松人物为所 五分不息 又见张松言语冲断 曹操付孝儿去 转了后堂 因为曹操怠慢了张松 所以张松后来就转而把这种铁铁送给了刘备 所以刘备转而就很快把刘张拿下了 曹操就因为他这次看走眼了 所以错过了一次统一天下的好机会啊 曹操的以貌取人 使他错失了张松这个过目不忘的人才 以及一统大西南的机会 但是曹操并没有吸取之前的教训 在他晚年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对心腹谋成痛下杀手 我们再说一个人 就是曹操对他呢 前后态度是积乱不同 几乎又天壤自闭 前期曹操把他看成是自己的心腹 后来曹操就永不想他 甚至要把他置于四地 这个人就是三国时期鼎鼎大名的寻遇 读读三国的朋友 恐怕都知道寻遇的下场非常可悲 三国演义当中描写着 说曹操率领大军是征讨孙权的 寻遇因病没有同趣 结果呢 却收到了曹操派人送来的一盒点心 哎呦 他打开这盒一看 里面空空如也啊 结果寻遇一下子就明白了 这是曹操啊 要自己死 于是他就干脆服毒自杀了 曹操暗示寻遇 你的一生可以结束了 你可以自我了断了 对 寻遇这个聪明人却上演了一出悲剧 你说曹操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对待 给他立下这么大功劳的寻遇呢 哇 难以置信 激动在行 感受在心 米康科课 很多美容编辑发现 读者们 多一种碎油问题 就多用一瓶 瓶瓶罐罐 真的要用这么多 一瓶底多瓶的 玉兰油多效胸部霜 同步对抗细纹 干燥 毛孔等多重碎油问题 缓发年轻光彩 为年轻肌肤定制的清爽型 欣欣上市 快来各大专柜体验 欧累 快来加入吧 生活也能更多彩 一站式唤新墙面 多乐视嘉义图服务 一个电话缤分银的家 多乐视 陪我挑选潮流风尚 陪我尽享美丽佳肴 一再升级的非凡体验 只因汇丰卓越理财 全新奉上香港高端商户优惠 汇丰非凡礼遇 半年香港型 新角色有新挑战 可头发这么脆弱 吊发变多了 潘婷强认防吊发 能有效减少吊发 吊发还用担心吗 你的头发也能做到 汉情防吊发 免担忧 只要快上新开发的 节能轮胎 同样多的油量 却能比以前跑得更远 向节能轮胎能 环保型轮胎全面升级 要刻好吗轮胎 上海大学历史系朱子燕教授 和文化中国讲述人金波 正在为您大话三国谋略 你说曹操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对待 给他立下这么大功劳的巡域呢 这个既然十七年发生一件事情呢 是曹操和巡域这两人关系的一个转折点 那当时有一个建议大夫叫董昭 上了一道奏章 董昭在这道奏章里面说 曹操的功劳大得不得了 富士汉朝已经三十年了 他已经扫平了国鲁诸侯 只有封曹操为卫攻四九线 才能抵得上曹操的功绩 这个时候的曹操大权独揽 我觉得他就差 没把这个汉宪帝从宝座上一把救下来 自己坐上去了 所以曹操要加功进绝了 那还不是曹操自己说了算吗 当时曹操文武百官没有一个人反对的 想不到的是曹操的第一幸福 巡域却提出了相左之间 巡域说 现在曹操已经给曹操以相当高的待遇 曹操不应该再有非凤之想 您说这巡域不是曹操手下幸福吗 他怎么会反对自己的主公更上一层楼呢 关键就是两点 董昭提出给曹操封个功 加久些 我们知道曹操一旦奉了过功以后 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建立自己的朝委政权 以着部取代汉子 特别是还有一点加久些 所谓的加久些 就是说曹操今后可以享受天子的待遇 曹操就可以穿上皇帝穿的炉袍 在出门的时候就可以享受天子坐的车马 对 说白了这九夕就是九种皇帝才能用的礼器 现在给你大臣了 那么巡域是不是担心 现在曹操接受了九夕 接受了魏国公 就准备要取代汉朝的天下了 对 这就正是巡域所担心的 因为巡域出生于一个崇尚仁义理智的思家当中 巡域当时辅佐曹操 是因为他觉得在东汉末年这么一个乱世年间 只有像曹操这样的雄才大力的政治家 才能够辅佐汉世 红继长生 所以你曹操可以成就你的霸业 但是曹操你不能成就你的王业 不能成就你的帝业 你曹操可以当周公 但是你曹操不能当王 对 但是巡域毕竟还是曹操的手下 你说当年曹操连张秀那样的仇敌 他都可以接受 他难道就接受不了巡域吗 曹操在原则问题上 他是绝不含糊的 曹操的原则问题就是 曹操要逐步的取代韩朝 为他儿子登上王位铺平道路 谁要在这个问题上面 同曹操过不去 那你就是自情虚死路 巡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 同曹操争共相对 所以曹操就更起杀心 总而言之 曹操这个人能用人 用的也不错 有容人之量 但是呢 这个量毕竟还是有限的 谁要是突破了他自己的那个政治底线的话 纵使这个人有丰功伟绩 精士之才 那么曹操呢 也会除之而后快 因为他奉行的原则就是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 今天要非常感谢您 谢谢 谢谢 让我们下次再见 及时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